眼睛蟲蟲的 大家好,大家好,您好吗?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复合过去式 和未完成过去式的组成方式 复合过去式的组成方式很简单 就是由住动词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所组成 比如说我吃了一个汉堡 J'ai mangé à hamburger 在这边呢,er就是住动词 那 manger就是吃的过去分词 比如说他离开了 il est parti 这边呢,er就是住动词 parti就是离开的过去分词 在法文当中,住动词有两个 一个是avoir,另外一个是être 使用住动词être的动词一共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表示移动或者生死的动词 第二大类就是代名动词 表示移动或者生死的动词一共有十四个 比如说 aller 去 venir 来 partir 离开 arriver 到达 出生 naître 死亡 mourir 我是1985的出生的 je suis né au 1985 或者是 我今天早上到的 je suis arrivé ce matin 那代名动词呢,就比如说 起床 se lever 洗澡 se laver 互相看着彼此 se regarder 察觉到 se rendre compte 等等的 有一个代名词在前面的动词呢 也是要使用être 来当作住动词哦 我太晚起床了 je me suis levé trop tard je me suis levé trop tard 那在使用住动词être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呢 后面动词的过去分词呢 要与主词来做配合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十句话 注意一下 Barty离开这个过去分词的尾巴是长得不太一样 très bien 第一句当中呢 他离开了 il est parti 在这个句当中呢 il是一个男生 单数 阳性 单数 所以Barty这过去分词呢 不用做任何的变化 但是第二句 他离开当中 这个他呢 是一个女生 阴性 因此Barty后面要加上一个 也表示阴性单数 第三句 他们离开当中呢 他们是复数阳性 复数阳性呢 所以Barty后面要加一个s 那在最后一句当中呢 他们离开了 他们是一群女生 阴性 复数 因此呢 Barty后面要加上一个 E表示阴性 再加上一个s 表示 复数 我们再看一下接下这两句 注意一下 出生 ne是不是长得不太一样 très bien 第一句当中 马克是一个男生 所以这个出生 ne 这个过去分词呢 并不需要做任何变化 不需要加任何东西 但是第二句当中呢 Mélanie 她是一个女生 阴性的 而且是单数 那这个ne 后面呢 就要加上一个e 表示阴性单数 d'accord 所以当使用助动词être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点就是 过去分词呢 要与主词 来做一个阴阳性 跟单复处的配合 如果今天是第一组的规则动词的话 那如果今天是第三组的不规则动词呢 那就是前扁万话啦 比如说 être 会变成 été avoir 会变成 un connettre 会变成 connu pentre 会变成 pris 那这些呢 就要靠同学另外再去记忆咯 未完成过去是l'emparfait的组成方式呢 就是由第一人称复述 我们的动词变化呢 把字尾给拿掉 然后装上 这一些字尾就成功了哦 我举例来说 hgarde 看 我们看 noushgarde don 在hgarde当中呢 把ons拿掉 然后装上这些字尾 就成功了哦 变成 jehgarde duhgarde 一hgarde 再去义来说用 vouloir ya 这个字 我们ya nousvoulons nousvoulons 把ons拿掉 然后装上这些字尾 那就变成 jevoulé tuvoulé ilvoulé ellevoulé nousvoulion vousvouliez ilvoulé 再去另外一个例子 finir finir 结束 我们结束 nou finissons nou finissons 一样把ons拿掉 装上这些字尾 就成功了哦 变成 je finissait du finissait il finissait nous finissons vous finissiez il finissait d'accord 复活 复活过去是呢 主要来描述一个 已经完成的动作或者是事件 比如说 j'ai acheté un jean j'ai acheté un jean 我买一条牛仔裤 il est venu ce matin il est venu ce matin 他今天早上来过了 或者是描述一个有次数感的事情 或动作 比如说 elle a vu dix fois ces seri elle a vu dix fois ces seri 这个电视剧她看了十遍 或者是呢 je suis allé en France plusieurs fois je suis allé en France plusieurs fois 我去过法国很多次的 那未完成过去是呢 主要来描述一个 情境 环境 或者是一个状态 比如说 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chez toi et soir il y avait beaucoup de monde chez toi et soir 昨天晚上你家很多人 或者是 on avait faim on avait faim 那时候我们肚子饿 il faisait froid il faisait froid 那时候天气很冷 那未完成过去是呢 还可以来描述一个习惯 或者是持续一阵子时间的 动作 或者是事件 比如说 je faisait du vélo quand j'étais à Lyon je faisait du vélo quand j'étais à Lyon 当我在里洋的时候呢 我会去骑架车 com j'étais étudiant je travaillé chez Ikea à mi temps com j'étais étudiant je travaillé chez Ikea à mi temps 当我去学生的时候呢 我在Ikea打工 复合过去式和未完成过去式呢 有些时候会放在一起使用 那放在一起使用主要是描述在一个持续在发生的事情 持续在发生的一个事件或是动作当中的 突然间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发生这个事情呢 你就用复合过去式 那持续在进行当中的那个事情呢 你就用未完成过去式 因为还在持续当中嘛 对不对 举例来说 他打给我的时候呢 我正在买菜 我在买菜的时候呢 发生什么事 他打给我 他16岁的时候到了法国 我正在听音乐 我正在听音乐 我正在听音乐的时候怎么样呢 他进来叫是 他进入室 我正在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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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进入室 订队订阅法文还简单 就是按下这个奇怪的头就可以咯 那还有呢 帮我粉丝粉丝按个赞 然后分享我影片 给我在学范文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et puis à la prochaine vidéo salut bye bye